我想我一開始由余國烈的圖開始講 余國烈講到最後他就說政府在1995年左右 和2000年左右有兩個嘗試 就是真的想做一個文化政策 是一個比較宏觀和長遠的文化政策 但是尤其是最後那個 因為文化委員會我自己都是成員 由何志平局長暫定忘記了結束 我很記得交了報酬14個月 又說因為有沙士 因為有其他東西 民政局都不回應 我覺得是真的很罕見 文化政策是否真的那麼失敗 我這幾天經常在做回顧 又自己在寫一些東西 那我就想起由我1995年做市政局 然後接著2000年至2008年做區議會 我發覺去到每一個轉折位 不是政府推動 政府推動是失敗 但是公民社會推動是成功的 我講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油階 因為當我們香港的創作空間很不足夠的時候 我們的民間我們的藝術工作者 就是我們的觸覺非常敏銳 當我們聽到北角油價是兩元一呎的時候 大家就彈起用最快的速度去租了那裏 幾個月下來那裏已經成為一個藝術村 有很多很多的團體 Videotash 1A Space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團體 建築師、設計師、事務所 全部都在那裏 那裏 那裏是第一個 我覺得很有機而成的一個民間的空間 是製造了未來的很多可能性 那裏的歷史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裏的產業處就是發夢醒了 那這就大件事了 那就開始把這班藝術家 就是大家談 搬了過去這個土瓜灣的牛棚 那土瓜灣的牛棚呢 就是繼而就是 因為有西九呢 政府就是想一下有些什麼的東西 令到藝術工作者會多一點的空間 或者不要吵 西九呢 很多人就說西九不是為我們而見 那當時就有這個JCCAC 有這個石器美這個創業藝術中心 如果沒有油家也沒有牛棚 沒有牛棚也沒有JCCAC 那這整件事是民間去做的 那第二件事當然是很大件事 就是這個西九 西九民間評審聯席 一夜之間成立的 那當時呢 最神奇的是它是跨界別的 它是有這些環保的團體 是有智囊團 這個張炳良的心理內網絡都在 都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界 民間機構成立了之後 就是做了很大很大的一個 就是動員的工作 是五至六個論壇 起碼 全部都是在牛棚做的 當時曾蔭權就說 這群人是牛棚的噪音 就是非常反感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那一年多裏面 是很多各界的捐款 以至西九聯席可以很順暢 很運作 賣了很多的廣告 變成聲勢都很浩大 到2006年初的時候 就是西九是第二區到重來 這個也是看到 是民間主導去推翻這個政策 就是做得到 你會看到其他的政策 不是這樣的局面 就是由一個空間 以至到一個文化區 我還看到譬如教育 如果你在教育 一開始 藝術教育永遠在藝術教育的體制 是站在一邊的 教育制度、教育的政策 是不重視藝術教育 但是由80年代開始 藝術中心 以至於很多的民間團體 以至到一直九十年代 到2000年創孫的成立 大家在民間很努力地去補足了 很多政府做不到的位置 所以我一直這樣回顧的時候 我覺得公民社會在過去十幾年裡面 尤其是在文化界公民社會裡面 是很了不起 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其他政策可能都做不到 是真是因為有公民社會的介入 和參與 是令到那件事是有轉機 和有新的發展的機會 如果在這樣的歷史之下 現在有個文化局的誕生 文化局是將會面對一個很強的民間 一個是 我覺得我們這個公民社會很成熟 和我們大家是有研究 也都是有倡議的能力 我們怎樣去看這個文化局 有一個文化局怎樣去看我們呢 所以我就想從這方面說多一點點 我就公開都講過 我是希望見到這個文化局的成立 這個原因不是單止希望那個產業 或者教育社區保育等等 是炒一疊 而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文化在政府的架構在過去十五年裡面 或者是再早些港英政府 就是永遠都是附屬的 永遠都是在 譬如要不在民政局下面 就有個單位 或者商務經濟發展部下面有個單位 即是說有空才記得你 即是那種單位 永遠不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政策範疇 在一個我們經濟至上的城市裡面 文化發展不到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如果真的有一個文化局的話 政府再沒有可能有任何的藉口 是不再重視文化 文化局整個文化局其實都應該是個champion 都應該是個文化的捍衛者 和文化的倡議者 當然它還不做得到 就是要整個公民社會去監察著它 是要求它做到這個角色 所以如果有文化局的存在 我覺得是整合這裡是第一步 但是更加重要的 文化局是應該去用他們自己的知識和專業 將文化政策去滲透在其他的政策局 如果大家可以看文化是生活 文化是我們現在部分的時候 文化和規劃 文化和社區 即是民政 文化和教育 文化和旅遊 文化和產業 其實其實都是實質上 文化和房屋都是 我最近是理解到 在網上看到一些圖片 嚇了一條 新加坡他們有很多公屋 他們這些公屋和居屋是可以購買的 有他們建了一棟出來 他們是和居民一起設計 即是參與式設計 有很多的樹 有很多的 有空中的露天花園 如果你站在網上 你會以為是豪宅來的 空中有一條吊橋 即是第一和第二座之間 有一條吊橋走過去 很闊很闊的橋 居民可以在上面散步 你看完那條片 你會發覺原來公屋 經過這樣的設計的過程 居民參與的過程 原來都可以更加有質素 所以怎樣去將文化的觀點 去滲入其他政策 才是文化局最重要的工作 例如文化和規劃 現在文化最缺乏的是空間 但是政府有很多廢製了的建築物 不論是校舍好 都不知兩三層的小屋 怎樣可以在地政樑 規劃部門 去挖小這些空置的空間出來 如果有部份可以給到文化界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公下活化 是絕對做得到的 但是局長會不會是真的可以去規劃部門 是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要看這個文化局究竟 大家是多重視它 譬如文化 剛才Iran說沒有講廣播 文化和廣播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特別擔心公共廣播 我們擔心網絡的制約 如果文化高是可以多視感一些的 這個網絡也有生平的二次創作 它踩過去商務經濟發展局 就說我們是撐二次創作的 那會成為什麽局面呢 起碼在政策制定的過程裏面 已經在政府橫向的聯繫會強很多 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文化和旅遊 這個很簡單 我們現在的旅遊產品就是購物一樣 但是我們的非物質的傳統遺產 我們有很多的社區的景點 灣仔的藍屋是一個好的例子 那將來也會是一個旅遊點 那旅遊點不一定只是購物 或者是堆砌而成 好像星光大道那樣去 即是一些旅客的陷阱 而是真正是我們社區文化衍生出來 但是這些是不是文化局本身可以推倒的呢 台灣都可以的 新加坡都可以的 其他地方都可以的 在英國的文化局呢 還是文化廣播旅遊合在一起的 所以更加好 那個橫向聯繫都不用了 在自己一個局裏面做 我覺得這個橫向的聯繫 這個將文化的觀點 文化的重要性 滲入其他政策呢 才是文化局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不想見到的就是 文化局是成為一個文化資源爭奪局 現在是的 其實在過去幾年 政府有很多事都做不到 譬如宏觀的政策做不到 空間的政策也做得不好 即是空下匯化 令到大家很多創造空間都沒有 教育做得不好 但是他有一件事就是 他猛地推出一些新的計劃 就是賠款的計劃 ADC有一堆的賠款計劃 然後民政局下面有什麼 藝能發展基金 還有另一個差不多名的基金 我也忘記了 然後康民署有大量的抹款計劃 但是這些計劃除了很少數的計劃 平常的評論到呢 都是鋪鋪清的計劃 大家要很辛苦地寫一推薦 然後做好這件事 然後運完後 就要做檢察 之後要去教授 去做另一個質案 然後再再做一個循環 在這個循環之下 大家虛耗了很多 enseñ 但是這個力是留不到累積不到變成經驗 因為在行政上大家未必真的可以做多些研究 做多些紀錄,很多東西這樣去遺失了 就是一隻隻project做完之後 其實只留下多少東西給這個文化圈子 所以文化資源爭奪是很重要的議題 我幾天聽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消息說 糟了,誰做局長就是資源不傾斜去哪裡 如果一個傳統一點的局長 起碼一些傳統一點的團體就會有補長 一個比較創新的局長就大件事了 可能去到一些新進的單位了 所以大家那個很狹窄的思想 就是停留在這個資源的爭奪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再成立一個局 現在已經是不爭氣了 不用成立一個局去繼續爭 所以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變成了自然爭奪局 當然更加不想見到的就是 它變成是很政治化為政治服務 文化局是絕對不可能為政治服務的 應該是超越政治 是真正正做到是推動我們本土文化的發展 我很希望如果有了文化局之後 藝術界是被重視的,藝術界是被尊重的 我還很記得有人說過什麼文化界是黑衣 有人說過這句話 藝術中緩 就是藝術中緩 這些是拿藝術中緩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那種貶意簡直是太離譜了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去面對這個界別呢 如果我們有文化局 我們是重視本土文化發展的話 我很相信終有一天 香港人的文化修養會提升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很尊重藝術家 我覺得那一天才是文化局的成功 大家看看還有沒有漏東西 公民社會 最後想說公民社會 如果有一個文化局的話 公民社會怎麼去面對這個文化局呢 我覺得我們要求政策的co-creation co-creation的共創 我最近看到很多西方的國家 其實它都把這個字在後邊 就是政策由下而上 由參與 由一個社區參與 公民的參與開始 去co-create出來的 政策絕對不可以閉門造居 由上而下 是自己去製造出來的 我說的co-creation 不是拿本諮詢文件 然後去一個很大型的諮詢會 然後大家舉手講三分鐘 然後要你坐下 這個不是co-creation 這個其實都是某一種的 由上而下 絕對是做不到 是一個共享共創的一個方法 我上個星期其實不在香港的 雖然都發生了很多事 我就在英國 我就見到我一個好朋友 他是丹麥 現在有文化部長 他就很開心告訴我 他做了一件事 他很開心的 就是他的Facebook group 有很多粉絲 他就是呼籲 那些人 他說你們誰是25歲之下 又有興趣文化政策的呢 你們寫個計劃書 不是計劃書 你們寫一篇文章給我 我就選你們做我一個 Young Advices Council 他說我是要18至25歲 就是26歲我都不用了 於是他要年輕的 因為他已經有其他不同的 counsel是有一些比較年紀大些 或者是25歲以上的 丹麥大概500萬人 是少過我們香港的 他就收到300份application 那他同事就看到 金睛火眼就選了15位出來 都是18至25歲 他們每個星期來一次 去到文化局 有官員帶他們去看不同的文化設施 文化節目 和他們討論文化政策 其實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然後跟著呢 要他們自己去討論政策 是應該怎樣去改善 怎樣去更新 他自己呢 就每三個月見他們一次 聽他們的presentation 然後呢 或者是接納他們提出一些 政策創新的建議 那這個完全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 是令到我很開心的 那我就在那裡發夢 如果真的有個文化局 那個局長這樣做就好了 那當然現在不行了 好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